Hello 大家好 中秋节快乐 我是Katrina老师 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 我中秋节最喜欢吃的点心 就是蛋黄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黄酥 我把它切一半 这个蛋黄酥里面呢 有一颗很大的咸蛋黄 还有甜甜的红豆泥 外面呢 有非常酥脆的派皮 和上面撒了一些芝麻 这蛋黄酥哦 非常好吃 我很喜欢 我自己非常喜欢蛋黄跟红豆 混合起来的味道 非常好吃 但是真的不能吃太多 因为这一颗蛋黄酥的热量 非常非常高 所以呢 我就在中秋节的时候 才会吃蛋黄酥 嗯 超级好吃 嗯 但是热量实在太高了 所以待会我吃完呢 一定要运动 对 这一颗的热量真的很高 但是真的太好吃了 有时候呢 我吃蛋黄酥的时候 我会配茶或者一杯黑咖啡 这样子呢 可以解腻 好啦 这个就是蛋黄酥 你喜欢吃蛋黄酥吗 你吃过蛋黄酥吗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你吃了吗 你吃了吗 不是